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诸多关系 是审计刘争经班的内容 那下本我们看第三个知识点 审计抽样方法 这块内容对应的是第四章 我还是那句话 虽然这两年我们审计抽样方法没有考简答题 但是他把简答题改成了客观题 而且考核的知识点范围很广 考核的频率很高 简答题跟客观题的区别是 简答题只不过要多说明一个理由 而客观题只是让你判断正确不正确 所以我还依然把它放在第一模块 给大家进行讲解 在这我稍微补充个内容 我们注的外界是选取测试项目 也就是说将来你要实施程序的对象 可以用什么方法选出来 我们包括选取全部项目 选取特定项目 还有审计抽样 适用范围是大家要知道的 比如说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更适用于什么 细节测试 就是金额大 但是数量很少的 比如说资本公积 当然它的测试范围是测试总体中的全部项目 只不过我这个总体可以是某一交易账户余额所有项目 或者其中的一层 你选定了这一层 选定了这个总体 我所有的项目都进行什么测试 在这它适用的情况就是量少 金额大 或者是风险很高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总体有少量的大额项目口成 或者存在特定风险 且其他方法未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或者是信息系统自动执行的计算 或其他程序就重复性 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不用背 大概看一下 万一要是选到了 或者说出到了这种题目 会选就可以了 第二个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这跟我们审计抽样一样 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而这既适用于控制测试 也适用于细节测试 它测试的范围 比如说大额后关键项目 超过某一金额的全部项目 或备用于获取某些信息的项目 备用于测试控制活动的项目等等 但不论怎么说 它是有针对性的选一些项目 非常容易形成 非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不就是人为的吗 对 在这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这有一句话 您就是类吐鞋 要能给我背起来 选取特定项目实施检查 通常获取审计证据的有效手段 并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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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三遍 并不构成审计抽样 不能推断至整个什么总体 这有一个套路 比如说它明确的告诉你 我应收账款的总体规模 我应收账款的总体规模 假如说是一千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千个名习账户 我告诉你总金额 比如说是三千万 总金额 比如说是三千万 然而他说 我选取的标准 比如说 是金额较大的 还有什么 账领较长的 还有什么 比如说往来贫乏的 我随便给你编故事 他说 于是我选取了一千八百万 进行什么 韩正 他告诉你 结果肯定是什么 满意 他说 于是我推断 总体金额 总体金额 三千万 都不存在 重大 错报 都不存在 重大 错报 这句话是 大错 特错的 你所谓的选取金额大 账领较 有往来 贫乏的 他属于 选取 特定 项目 进行测试 哪怕 你含正了 一千八百万的 余额 你只能说 这一千八百万 不存在 重大错报 不能给我 推断 整体 三千万 都不存在 重大错报 你额外的一千二百万 还要给我 做其他程序 获取充分 适当的 审计证据 你才能说 额外的 一千二百万 没问题 用不用答那么些 不用 你就说 选取特定 项目进行测试 不构成 审计 筹样 不能推断 至综级 达到这 就可以了 他为啥 不是 筹样 很简单 筹样 要保证 每个筹样 单元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不论机会 的大小 而您按照 这样的标准选 有些项目 永远没机会 被选住 所以你不是筹样 这儿 注意到 就可以了 那么 标题一 概述 对于审计 抽样的概念 和特征 我不用你背 但是 这是客观低的 比较高频的解 我们抽样 首先是从 总体中 怎么着 低于百分之百 如果等于百分之百 那叫选取全部项目 进行测试 不是抽样 最值钱的一句话 是所有抽样 单元 都有被选中的机会 这是跟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的一个最主要的什么区别 选取特定项目有一定的针对性 金额大的 涨龄长的 往来 频繁的 所以 他并没有保证 所有的创业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而且最后我能推断出总体的结论 这是抽样的概念 不用背 但要知道 抽样的三个特征要同时具备 我是低于百分之百总体项目实施程序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句话翻译成文字中的话就是选取样本不能存在偏向 换个词 选取的样本要具有代表性 第三个可以根据样本测试的结果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能推断的叫抽样都能推断的叫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代表性的相关内容这两年频繁在考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它是客观级的高评考点 您老人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啥叫代表性 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 著作冠军师根据样本推断出的结论 跟我对整个总体完全实施跟样本相同的审议 得出的结论是类似 我不要求相同 类似就可以 那么应用原则 只有我从总体中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我才能根据样本的结果推断总体的结论 保证跟我全部实施得出的结论 这俩结论是类似 我不要求相同 那么样本的选取是无偏向性的 啥意思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那我通常就代表样本具有了代表性 这儿的影响因素是客观级的高评考点 给我记住 相关因素 样本的代表性跟样本的整体有关 跟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跟错报的发生率有关 把这仨技术一排除不就是无关的因素吗 比如说跟样本中的单个项目无关 跟样本规模无关 跟错报的特定性质无关 这儿是高频的客观级考点 你信我吗 第二个审计抽样的适用性 并非在所有审计程序中都可以使用抽样 风险评估程序图成两个字了解 我就是在了解的过程中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越详细越好 风险评估程序通常不涉及抽样 往下说 风险评估程序有一个重要的程序是了解内部控制 设计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得到执行 好 我接下来会做控制测试 了解内控跟控制测试可能是相继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涉及抽样 但是这个抽样依然仅适用于控制测试 依然不适用于了解内控 依然不适用于风险评估程序 所以结论就给我记住 风险评估程序通常不适用于抽样 这至少是一个中高频的客观级的高点 控制测试可以抽样 前提条件是你的控制运行留下轨迹可以抽样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不能抽样 另外有一点 在被审计单位采用信息技术处理各类交易及其信息时 比如说我前提了了解并测试了一般控制应用控制 那我这一次可能只测试一般控制就可以了 我可能只测试一笔或几笔应用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我肯定就不用抽样 所以我测试的量很小时 我可以不用抽样 而实质性程序 记住了 细节测试可以抽样 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认为某类交易账户余额披露的重大错保风险 评估为低水平 我可以不实施细节测试 没有细节测试就没有抽样 实质性分析程序是用金额的结论通常不宜使用抽样 那能抽样的还是什么控制测试 还是什么细节测试 别错了 那么将来我们真正应用的时候 我会把抽样跟其他测试方法结合起来 比如说我选取特定项目 挑出单个重大项目进行单独测试 剩下的我再运用抽样可能更完美 用备嘛不用 标题三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这是高频的客观机的考解 抽样风险是跟样本规模有关 比如说我百分之百全查 他就没有抽样风险 换个词 如果我的样本规模在不断的什么增加 理论上来说 你的抽样风险在不断的降低 当我样本规模等于总体规模时 抽样风险可以认为它等于零 就这个意思 在这控制测试当中叫信赖过渡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细节测试叫巫兽风险和巫据风险 在这里边给我强行记住 不该信的您信了 也就是控制测试当中的信赖过渡风险 和细节测试的误售风险 错误的接受 它影响的是审计的效果 这是个多选题的提言 它在你下列将会影响审计效果的创风险 有什么是信赖过渡风险和物据风险 不该信的你信了 一排除就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比如说信赖不足风险和物据风险是该信的 你没信 该信的您没信影响的是审计的效率 别错了 非抽样风险就记住了是人为的因素 它跟样本规模无关 换句话说 哪怕你百分之百全场 你选举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也会有非抽样风险 所以非抽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而我们抽样风险除非样本规模等于总体规模 才能把它理论上降为零 所以只要你使用了抽样 抽样风险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抽样风险跟样本规模称反向变度 不论在控制测试当中 还是在细节测试当中 扩大样本规模都可以降低抽样风险 因为这俩是反向变度能 一种极端情况 如果我对总体中的所有项目都实施检查 就不存在抽样风险 此时审计风险完全由非抽样风险来产生 再说一遍 人非胜贤孰能无故 非抽样风险永远不要跟我说消除 说消除我就送你俩字吹牛 永远不要跟我说消除 那么第四个标题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定义这考过2020年还是2021年考过客观题 统计抽样算出来的是某某某上限 而非统计抽样算出来的是某某某 需要人为的额外的考虑抽样风险 统计抽样要同时具备下列特征 选样时是随机选样 评估样本结果时用的是概率论的原理 只要没有同时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非统计抽样 我不怕麻烦我说一下 我们后边讲的货币单元抽样 还有我们后边讲的传统变量抽样 这都是典型的统计抽样的方法 要知道 那么从优点上来说 统计抽样用背吗不用 可以有效的高效的设计样本 计量所获取证据的充分性 定量评价样本结果 把第四句话 您就是类吐鞋 仰能给我精准的描述下来 给我背下来 它能够客观的计量和精确的控制 再说一遍 客观的计量精确的控制 统计抽样 剩下的是非统计抽样的抽样风险 可以定性的分析 缺点不用再说了 那么抽样风险跟非抽样风险 这块内容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几乎是一样的 非抽样风险都是人为的 统计抽样 唯一的区别是统计抽样 能够客观的计量抽样风险 并且通过调整样本规模精确的控制风险 这句套话能给我背起来就可以了 那到底统计抽样好 非统计抽样好 没有数优数略时分 你到底选哪一种抽样 主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往下说 我对总体特征了解 我可能更倾向于非统计抽样 我对总体特征不了解 我更倾向于统计抽样 那么至于说有一些相同之处 比如说非统计抽样设计适当 也能提供于统计抽样方法同样有效的结果 而且两种方法在样本设计 样本选取样本评价 都要运用职业判断 而且你用两种方法选出来的样本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跟你抽样方法无关 你用统计抽样选出A公司 跟你用非统计抽样选出A公司 含症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通过样本的结果推断总体的特征 都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降低抽样风险 不用再说了吧 这些内容 我为什么流水仗还跟你说一遍 它是客观题的比较高频的高点 第五个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属性抽样是定性的 通常适用于控制测试 变量抽样是定量的 通常适用于细节测试 统计抽样是用百分数偏差率来得结论 变量抽样是定量的 是用错报的金额来得结论 那么将来得结论的方式 我已经说完了 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简单和综合题的高频考检 一定要注意 无论交易的规模如何 设定控制的每一次发生或偏离都被赋予同样的权重 而不管交易金额的大小 啥意思 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 如果你告诉我发票的报销业务 你们要经过所在部门经理的授权批准 听好了 如果他告诉你我选中了一张金额一贵钱的发票 夸张一点说 金额一贵钱的发票 因为金额小另选一贵 这句话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你要得出的结论是是否经过恰当的授权批准 跟金额大小没关系 所以答理由就可以答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无论交易的规模如何 设定的控制的每次偏大偏离都被赋予同样的权重 而不管交易金额大小 这个能背下来最好 背不下来也没办法 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去答 但是你的意思话不能太白 白的连味都没有了 肯定不行 尽可能的靠近标准答案去答题 那么第六个标题是审计抽样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我们审计抽样号称三部曲 样本选取和样本评价 样本设计阶段 我把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给大家综合在一起 第一个确定测试的目标 控制测试的目标是回答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再说一下 就是是不是一贯 而细节测试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错报 错报金额是多少 所以一个是定性的 一个是定量的 第二个就是定义总体 控制测试的总体要满足适当性完整性 细节测试的总体也要满足适当性和完整性 只不过要注意 控制测试还要讲究一个同质性 比如说内部控制运行的人前边是张三 后边是李四 我们要视为两个总体 一部分出口 一部分内销 我们要视为两个总体 别错了 那么细节测试是所有的项目都会成为你抽样对应的总体吗 不是 首先我会选定我单个重大项目往下说 比如说金额较大的 比如说存在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的 这些项目我百分之百实施检查 它不可能构成我抽样的总体 我把百分之百检查的项目剔除掉之后 剩余的项目是一定要抽样吗 也不一定 如果加总起来不重要 或者存在较低的重大错报风险 那我无需实施检查 或者我觉得有必要是紧紧实施分析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加总起来是重要的 那么这些剩余项目才构成了抽样总体 这是第二个点 那么第三个 定义抽样单元 这个您就是类吐鞋要能够背下来 而且要能够举出例子 比如说抽样单元通常是能够提供控制运行的一份文件资料 比如说你请假要有假条 这不就是一份文件资料 或者是一个记录 最简单的 您跟我强调的授权批准不就是一个记录吗 或者记录中的一行 比如说工资条 每一行不都代表一个人吗 而细节测试 抽样单元是一个账户余额 说账户余额是在说资产负债表 说一笔交易在说利润表 或交易中的一个记录也是在说利润表 甚至是每个货币单元 再说货币单元抽样 抽样单元您就是类吐鞋要能够背下来 将来他考试经常沾管理贷 把控制测试的抽样单元跟细节测试 给你混淆一下 你能知道正确的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分层 不怕麻烦 再说一遍 控制测试是定性的 不用怎么着 分层 而分层的目的是降低每一层的总体变异性 我要达到的效果可能是每一层的均值大致相等 但是我的目的是降低每一层的总体变异性 只是善意的提醒一下 分层 我们住的外界师不能以每一层的结论直接推断 要综合考虑每一层的推断错报才能得出总体的结论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 控制测试 不需要分层 那谁需要分层细节测试 第五 定义误差的构成条件 控制测试叫偏差率是个百分数 而细节测试是错报 是具体的金额 比如说多少多少万元 这个要知道 这是样本设计的五个什么 五个步骤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不用想 这个内容每年闭口 每年闭口就喧碰的这块内容 可接受的 可容忍都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你心理承受能力越强 我反而就不查了 它跟样本规模呈反向 控制测试当中 叫可接受的心来过度险 细节测试叫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控制测试叫可容忍偏大率 细节测试叫可容忍错报 都是跟样本规模呈反向 而预计总体误差 在控制测试当中 叫预计总体偏大率 细节测试叫预计总体错报 它越高情况越糟糕 我觉得应该多查 是同向变动 总体的变异性 我再说一遍 控制测试不需要考虑 总体的变异性 而细节测试 要考虑总体的变异性 总体变异性越大 我分层分的就越多 我当然样本规模也会越大 第五个总体规模对样本规模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您老人家就是类图鞋 一定要会 这几乎每年都在考试 提示大家一句话 当可容忍偏大率超过20%时 我们很可能认为控制运行无效 我不需要再进行控制测试 我更多的依赖后续的什么 实质性程序 以实质性程序为主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实质性方案 别错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评价样本结果 不怕麻烦再说一遍 控制测试是以偏差率来得结论 细节测试叫总体错报 统计抽样 我们算出来的叫某某某上限 那么如果是控制测试 总体偏差率可以精确的计量 准确的控制抽样风险 它可以直接跟谁啊 可容忍偏差率去比 它可以直接跟可容忍偏差率去比 而非统计抽样 样本的偏差率作为或者说就是总体偏差率 这是简达和综合几乎年年都在考的那种 我们可以说样本偏差率就是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或者说样本偏差率作为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但是说到样本错报 我们只能说推断 样本错报推断总体错报 不能说样本错报就是总体错报 这别错了就可以 那么标题七是闪击抽样在控制测试当中的应用 这我重点说一下 我们抽样方法包括简单随机选样 简单随机选样 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都可以应用 系统选样也叫等据选样 首先肯定可以适用于非统计抽样 当总体随机排列 它也适用于统计抽样 这的适用范围 可以考客观题 可以考简达综合 一定要会 那么第三个 随意选样只适用于非统计抽样 因为它无法量化 选取样本的概率很随意 第四个 整群选样给我记住一句话 极少将整群选样作为适当的选样方法 所以我们选样的时候 很少用整群选样作为抽样方法 把这个适用范围给我记住 只有随意选样 适用于非统计抽样 而简单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既适用于统计抽样 也适用于非统计抽样 整群选样很少作为适当的选样 适用范围必须给我记住 那么第二个 在对选取的样本项目实施审计程序时 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无效单据这块内容的套话一定要能给我背下来 当你出现无效单据的时候 当你出现无效单据 你一定要确认一件事 这个无效单据是否正常 如果无效单据 我要问你是否正常就这两种 一种是正常 一种是什么 不正常 那如果不正常 我先说正常 如果正常 而且我告诉你不构成 不构成 控制偏差 不构成 控制偏差 那么我可以怎么的 另选单据 进行什么替代 另选单据 进行替代 那如果是不正常 那我有可能直接把它视为是什么 控制偏差 所以我希望大家背写了一句话 如果注册官师能够合理确信 该单据的无效是正常的 且不构成对设定控制的偏差 另选项目进行替代 后边再给我打半句 否则可以直接将其视为控制偏差 没了 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 对于第二个 为什么不需要用的跟无效单据是一样的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最值钱的是第一个 把这句话能给我背起来 就可以了 那么评价样本结果阶段是 总体偏差率上限 这个公式一定要非常熟 等于风险系数 比如说3.9出一样本 规模55 假如说算出是6.17% 这叫总体偏差率上限 我如果小于可容忍偏差率 比如说7% 我们就说总体是可接受的 换个词 我们就说这项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所以它的计算格外格外重要 第四个 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这是高频的客观机的考解 一定要注意 而且可以考简达 可以考综合 无论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对样本结果的定性评估 定量评估都很重要 而且第二句话 如果我是你 我背不起来 要说个七七八八 即使样本的评价结果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诸多外深也应该对样本中的 所有控制偏差 进行定性的分析 也就是说不论好还是坏的结果 我都对控制偏差 进行定性的分析 别错了 这在所有 但是正确 第三个 如果在样本中发现了控制偏差 有两种做法 第一 扩大样本规模 第二 直接认为控制没有得到有效运行 后边更依赖实质性程序 这句话是综合题的考点 您不要小瞧的 特别特别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无比重要 如果你确定控制偏差是系统偏差 或者5B 扩大样本规模是无效的 就记住这句话举行了 随便举个例子 他说 因为我发现出纳贪污 现金了 然后呢 我扩大了样本测试规模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单位开除了出纳 于是我认为结果满意错 你就答这句话 扩大样本规模 应对5B通常是无效的 或者系统性偏差 扩大样本规模是无效的 比如说您的系统参数 设置有物 这叫系统性偏差 扩大样本规模无效 5B扩大样本规模无效 这几乎年年都在考综合体 不要丢份 那么第四个 分析偏差的性质和原因是 还要考虑 以识别偏差 对财务报本的直接影响 把这句话 一个字不落的给我背起来 控制偏差 虽然增加了金额错报的风险 但并不一定导致 财务报本中金额的错报 考试时他就会反正说你 说因为我存在控制偏差 我应该要求贝审计在位 更正相应的内容 错 控制偏差只是加大了错报的可能性 但没有说控制偏差 一定导致金额错报 把这句话给我背起来 后边这句 如果控制偏差更容易导致金额错报 那么这个控制偏差可能更重要 这个没什么考铁 四句话 第三句和第四句 这句话看着不及 综合体经常考 第八个 审计抽样在细节测试当中的应用 我们这主要是讲货币单元抽样 和传统变量抽样的什么 它的抽样方法 货币单元抽样是以货币单元作为抽样单元 每个货币单元被选中的 机会是均等的 那么总体中某一个项目被选中的概率 等于该项目金额与总体金额的比率 这句话大家要知道 我不用你背 项目金额越大 被选中的概率就会怎么着 越大 第三个能知道一下就行了 货币单元抽样的六个优点 有一些大家必须知道 括号一没什么特别的 括号二 货币单元抽样在确定样板规模时 无需考虑总体的变异性 还有哪个不用考虑 记住了控制测试 是定性的 它也是无需考虑 无需考虑总体的变异性 而货币单元抽样 它是因为每个抽样单元都是一块钱 它无需考虑总体的特征 也就是变异性 另外货币单元抽样 无需通过分层减少变异性 这个内容特别特别重要 控制测试是不是也不用分层 对 那么第四个 在货币单元抽样中 使用系统选样法 当你的项目金额等于或大于选 间隔时 这个项目一定会被什么选中 别错了 另外货币单元抽样的样本 更容易设计在总体完成之前就开始选择样本 没什么特殊说的 它的缺点 记住了货币单元不适用于总体的低估 它适用于高估 也就是查发生认定 查我们所说的存在认定 它适用于乐观 绝不能存在大量挫暴 存在大量挫暴 不能用货币单元抽样 这是可以考综合题的 将来考试 他随便说 他说 因为我应付账款存在低估风险 于是我使用了货币单元抽样 错 货币单元抽样是查高估的 不是查低估的 货币单元抽样适用于乐观的情况 而对零余额和负余额要于特别的什么 关注 第三点 大家包括第四点 大家自己去看看 在这儿 我基础班给大家讲过一个补充例题 一补充例题 二 另外我习题班里边是作为那一张的第四个例题和第五个例题展示的 这块内容我还是希望大家会 至少要会计算型的简单 那么括号传统变量抽样 你知道他用的是正态分布理论就可以了 他有四个优点 实际他的优点恰恰是货币单元抽样的缺点 比如说他可以查什么低估 而货币单元抽样查什么 查高估 所以传统变量抽样更适用于完整性这个认定 而且他需要在每一层追加 卷取额外的样本项目 所以传统变量抽样更适于扩大样本规模 他的零额和负额不需要额外考虑 而货币单元抽样是需要额外考虑 他的缺点正好是货币单元抽样的优点 记住了 他要考虑或者说他要计算标准差 他要计算标准差 可能是这个标准差是定量的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 也可能是定性的 货币单元抽样用考虑标准差吗 不用 其他的内容大家自己看看 如果几乎不存在错报 传统变量抽样的差额法和比例法无法适用 当你不存在错报或者乐观的时候 你要给我选的是什么 货币单元抽样 它适用于预计不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况 对于传统变量抽样的几种常见方法 均值差额比例 谁得均值样本的 就是用样本的审定金额出于样本的规模 得出样本的审定金额 成于总体的规模 算出估计的总体金额 那推断的总体错报呢 一定是账面在前 估计的总体金额在后 这是均值法 而差额法实际上是 先算出样本的差额 一定是账面在前 审定在后的差额出于样本规模 算出样本的差额 成于总体规模算出总体的错报 其实到这就完了 如果你非得要给我算一下 估计的总体金额 一定是账面在前 减去推断的总体错报 西里班我举个这个例子 比率法 实际就是样本的审定 跟样本的账面的比率 等于总体的估计金额 我要求的就是他跟总体的账面 算出总体的估计金额 就能推断总体的错报 不用再说了吧 这个西里班基础班都给你讲过 在这提示大家几句话 如果没有对总体进行分层 我们通常不使用军职法 否则没意义 违背成本效益原则 而比率法和差额法 都要求样本项目存在错报 如果我抽查了一部分 没有存在错报 不能用 诸多观企师在评价样本 结果师常常用的比率法和差额法 跟项目的金额有关的 用比率法 跟项目数量有关的 用差额法 在这再说一遍 您是高大上的诸多观企师 您决定使用统计抽样 并且预计没有差异 或只有少量差异 就不应该使用比率法和差额法 要用替代方法 均值法 或者是货币单元抽样 这些用备吗 不用 但是过一下 因为客观题 毕竟我们现在审计 考50分的客观题 他凑数量也得凑够 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四章